大家好,我是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的小花老师 欢迎大家来听我讲日语 然后今天的话咱是讲新版标准日文语 题目的名字叫 一个将来写明时代 将来写的时代 然后看一下这个分享的屏幕 一共有四个句型的例句 第一个是我读一下 吉田下一个月去中国 将来写的一个时代 第二 リーさんは先月北京から来ました 先月就是上一个月 上一个月从北京来了 这是过去式 第三个是 オリーさんは友達と帰りました 小野跟朋友一起回去了 帰りました 也是一个过去形态 然后第四个 モリーさんは東京から広島まで 新幹線で行きます 这个モリー先生 就是小森先生 东京到广岛是怎么做的 怎么去的呢 新幹線 乘坐新幹線 从东京去了广岛 モリーさんは東京から広島まで 新幹線で行きます 就是代的话 前面是一个工具 接工具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那个什么吧 单词的部分 放大一下 好 生词表 一边说一边写啊 下一个月 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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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它重点在这里 这是高音啊 来月 来月 这样发 好 下面的话 我就不写了 咱那个 尽量快一点 好 下一个 三个字 上一个月 上一个月 三个字 然后下一个 午夜 半夜 他们叫夜中啊 夜的中间 就是半夜 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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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在中 夜中 昨天晚上 夕夕 夕夕 下一个音乐会 コンサト コンサト 这个是外来语 所以说用 呃 欠甲名 好 下一个很应景啊 咱们马上就叫什么了 圣诞节 Christmas 是不是 那它日语怎么发呢 Christmas 啊 Christmas 日本发音 比较硬 Christmas 这个声词没办法 只能是说 多听录音 多记 多写啊 下一个 诞生日 唐旧比 唐旧比 高音在 嗯旧这里啊 唐旧比 那我随时考一下大家 12月23号 在日本是放假的 这天是谁的唐旧比呢 是天皇诞生日 就是天皇的生日 所以12月23号呢 日本是全国放假的 一个红日子 唐旧比 下一个 这也是放假的 一个日期 儿童节 他们是 子供の日 日这个字的话是 呃 日的发音嘛 子供是孩子 子供 就是小孩的节日 子供の日 好 下一个 暑假 夏休み 夏休み 暑假的意思 夏天的假期 夏天的休日 他们是夏休这样写 夏休み 好 看下一个 夏休み 完了以后 交通机关 就是交通工具的意思 交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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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往下 新干线 新干扇 新干扇 就是咱国内 动车的意思 新干线 新干线往下 渡轮 飞里 飞里 这个词我都不太认识 这个很少用 往下 灯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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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车的意思 他发 他这个繁体字也读 电车 繁体字也是电车 灯虾 公共汽车呢 巴斯 是这样 索的妈妈过来的 日文的 英文的巴斯 翻译过来 就是巴斯 好 出租车 Taxi 对不对 日本 英文是Taxi 但日语呢 Taxi Taxi 美术馆 Bijutsu kan Bijutsu kan 这个咱之前就学过了 Bijutsu kan 下一个 公寓 Apato Apato 这个是经常用到的 因为咱们去了以后 住学生公寓 某一个楼 什么什么Apato 他们在那个地址的上面 会几楼几号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个Apato 然后 家 家 游泳池 Pool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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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这个字 好 右边这一栏 来 下一个 大概好像是 的确是怎么着 这个副词是 后边经常加に 好 静止比直 中间这个词是不发音的 顿一下 まっすぐ 往下一起 一笑 可以加に也可以不加に 一笑に 中间也是有个小词 左腾 北京 北京 美国 アメリカ アメリカ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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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普朗斯 普朗斯 这都是外来语过来的 广岛怎么说 広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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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カイド 中间也是小词不发音啊 北海道 湘根 哈根 银座 金座 这个是不管是电视剧 还是动画片经常出现的一个地名 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咱中国的银座是超市 他们的银座是一个街 金座 还有好多大楼会起这样的名字 然后澀谷 澀谷也是一个地方 叫西布亚 西布亚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西布亚 再就是新宿也非常有名 叫什么呀 新宿 新也是发新 宿是发宿 好下面一个短语 这是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词 比如说下课了 老师可能会说 大家辛苦了 下班也会说 お疲れ様でした 就是经常会用的 每天都用 如果是朋友之间可以说 お疲れ お疲れ 様でした 就是尊敬 可以不用加 お疲れ 就完事了 然后下班之后也可以说 那我先走了 怎么说呢 お先に失礼します 失礼 失礼是先走的意思 失礼 失走 失礼 失礼 平常如果单独说这一个词的话 就说你没礼貌 你没礼貌的意思 那我先没礼貌了 那就是我先走了 或者是朋友之间就说 お先に 也可以 后面加 お先に失礼します 就是比较尊敬 谦逊语吧 然后 下面一个词是 步行 走路 歩いて 歩いて 走着 走着去 歩いて行きます 走着去 好 下一个 大変ですね 大変ですね 就是 真不容易啊 比如说 我昨天晚上十点才下班 那对方可以说 真不容易 大変ですね 就是一个短语啊 然后咱来看一下 这课的巨型 比较好 好 看一下这个小一点 假说 いつアメリカへ行きますか いつアメリカへ行きますか 你什么时候去美国呀 你说 10月份去 10月份后面加2年に行きます 好 第二个B假说 エキへ ナンデ行きますか 这是问交通工具的 到车站你是怎么去呢 エキへ 到车站 ナニで ナニで是用什么 怎么去 你说 自行车 他们叫自 这叫什么 什么船 自行车 这样翻译 自動車 自動車 で 用工具的话 后面我加 で 行きます 第一个 A是问时间 第二个 问工具 C 誰と美術館へ行きますか 跟谁去美术馆呢 誰 是谁啊 誰と 和谁一起用 誰と美術館へ行きますか E说 跟朋友一起去 刚才在学的单词 朋友怎么说 友達 友達 と行きます 这是问的跟谁 那D 大阪から上海まで 飛行機で行きますか 什么から什么まで 用什么去 从大阪到上海 是坐飞机去吗 以说 いえ フェリーで行きます 乘坐渡轮 就是工具后面都用的 で 从哪到哪 是からまで 这样的句型 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的语法解释 以名词场所 え 动词 这样一个结续 举个例子 吉田先生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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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场所的话 后面叫 え 森林さんは 日本へ帰ります 孙先生回日本 森林さんは 日本へ帰ります 李さんは どこへ行きますか 小李去哪了 李さんは どこへ行きましたか 也是用え 前面 どこ 是哪里 第二个句型 名词から 后面加动词 举个例子 李さんは 先月 北京から来ました 表示 从哪 这个起点来的 什么から 李さんは 先月 北京から来ました 从北京来的 あの方は どこから来ましたか どこ 是哪 然后 他是起点 从哪来的 第三个句型 人 和 动词 然后 他只是 把那个 と 后面 省略了一下 おのさんは 友達と 帰りました 或者是 可以说成 おのさんと 友達一緒に 帰りました 也可以 这样就是 变了一个 说法而已 おのさんは 友達と 帰りました 小李也 跟朋友 一起回去了 下一个 李さんは 誰と 日本へ 来ましたか 小李 跟谁 一块来 日本的 李さんは 誰と 日本へ 来ましたか 这个还用到了 第一个句型 对吧 日本 后面 加了个 え 李さんは 誰と 日本へ 来ましたか 好 第四个句型 交通工具 后面 加 で 后面 加 动词 上海まで 飛行機 で 行きます 乘坐 飞机 去上海 上海まで 飛行機 で 行きます 下一个 私は バスで 家へ 帰ります 我是乘坐 公交汽车 回家的 私は バスで 家へ 帰ります 下一个 李さんは 歩いて アパートへ 帰りました 小李 步行 回到 公寓 歩いて 因为是 动词 表示 我们回去的 后面 是没有点的 不使用 交通工具 而步行时 要使用 歩いて 歩いて アパート へ 帰りました 下一个 京都 何で 来ましたか 你怎么来京都 的呢 京都 何で 来ましたか 好 第五个句 句型 从某个场所 から 到某个场所 まで 后面加 动词案 森さんは 東京から 広島まで 新幹線で 行きます 孙先生 从东京 乘坐 新幹線 去 王岛 再读一遍 森さんは 東京から 広島まで 新幹線で 行きます 好 下一个 林さんは 駅から アパート まで 歩いて 帰りました 林さんは 駅から アパート まで 歩いて 帰りました 小李 从 車站 走回了 公寓 駅から 然后公寓 アパート まで 怎么走的呢 怎么 怎么 回去的呢 歩いて 帰りました 第六个 来看一下 左上方 に で え から まで ど 下 什么 什么 は 私の 部屋には 電話が ありません 我的房间 里 没有 電話 然后 韩国へ は 行きました 中国へ は 行きません でした 我 去了韩国 没有 去中国 再 读一遍 韩国へ は 行きました 中国へ は 行きません でした 表示 什么呢 表示 和呢 表示 对比 的意思 然后 这时候 和 既可以 单独使用 也可以 加在 にで え から まで ど 的 後面 作成 一个 複合 形式 比如说 私の部屋 にわ 後面 韩国へ 都可以 使用 这样 连起 来 使用 的 好 我们来 看 课本 下 这个表 它 这是 日曆 十月份 然后 日本的话 一般 很多日曆 是 两种 形式 有 是 从 星期 一 开始 的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也有 日历 是先 写星期天 然后最后 一个是星期六 的 比如说 这个日历 就是 第一行 写的 星期天 那 十月的 一号 10月 十月 一号 二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五号 六号 六号 七号 七号 八号 八号 九号 九号 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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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讲过的 今天再稍微复习一下 其他的都是有规律的 就是一到十是不行 和单独记 好来看右侧这个表达及词语讲解 Tashica表示 不完全有把握的记忆 凭自己的记忆应该是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咱举个例子 あの人は誰ですか 那个人是谁 あの人は誰ですか Tashicaリーさんの会社の人です 我记得是小李他们公司的人 前面加了个Tashica 表示他也没有特别大的把握 Tashicaリーさんの会社の人です 应该是小李他们公司的人 然后第二个です的用法 用于英语文中其田的问话 何で帰りましたが タクシですが 怎么回去的呀 坐出租车吗 小李指挥答 電車です 是我坐的电车 两个人在绘画的时候 ドバタクシで帰りましたが 電車で帰りましたが 中的帰りました 用です代替了 这两个例子都是用什么です 来简直的一个例子 再说一点 何で帰りましたが タクシですが 小李说 電車です 家和武器 这两个分别说一下 两者意思都是家 意思是指建筑物的时候 是家 着重指家人的时候 是武器 先来看一下这个 私の家はここです 我的家在这 私の家はここです 指的是这个建筑 对吧 我的家在这 有可 说这个对话的时候 是在家的旁边 指着这个建筑物 说这是我家的时候 要用家 那第二个 史密斯先生家里有游泳池 史密斯さんの家には プールがあります 这是他的指家建筑物里 有这个游泳池 第三个 私の家には 友達がいません 我们家没有小孩 指家庭成员 所以里边要用家 好来看一下第四个 まっすぐ帰りました まっすぐ表示 笔直的意思 而与帰りました 表示的时候是说 不顺路去别的地方了 静止回家 直接回家了 今日はまっすぐ帰ります 今天直接回家 哪都不去了 这个意思 好第五个 ソレ的用法 咱第二课学过的时候 是指眼前的东西的时候 用ソレ 或者是ソレは 然后 但是这个课文里边用的是 ソレはお疲れ様でした 它就不是指眼前的东西呢 而是指前面叙述的 よなかのにんじにかえりました 这个事 也可以表示事 好第六项 用于工作结束的时候的 寒暄雨 这时候 先离开的人 对还留在公司的人说 お先に失礼します 那没有要走的人 还在工作的人就说 お疲れ様でした 是大家一个互道 互相道别的一声 你辛苦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的应用课文 我不念一下啊 吉田さん说 李さんは 李さん昨日は 何時にアパートへ帰りましたか 小李昨天 几点回到公寓的呀 小李说 えーと 確か 11時に 11時半頃です 因为他也记不清是几点了 不可能说我 11点01分到了家 对吧 大概是11点半吧 えーと 就稍微迟疑了 以下的一个语助词 確か 11時半頃 半頃 頃的话就是左右 です 那吉田さん说 何で帰りましたか たくしですか 小李说 電車です 渋谷まで 電車で行きました 我坐电车 我从我到色谷是坐电车去的 駅からアパートまで 歩いて帰りました 从车站到公寓是走着回去的 然后 吉田又问 小野说 私も電車です 我也是坐电车 駅からたくしで 家へ帰りました 从车站到家是怎么弄的 他是坐的 打的车 かくし 打车回去的 小李说 何時に帰りましたか 吉 吉田回去的呢 小野さん说 12時頃です 一般12点左右 就没有那个电车了 所以他必须打车了 小野正向寒暄的 毛利さん说 毛利さん 昨夜はまっすぐ帰りましたか 小野昨天晚上 直接回家了吗 毛利さん说 家長と一緒に 銀座へ行きました 不是 昨天跟客长一起去了 银座 家長と一緒に 銀座へ行きました 小李说 え 銀座ですか え 加了一个小小小吃 就是有一点点 说惊讶嘛 也没有那么大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え 銀座ですか 然后小野说 何時に家へ帰りましたか 毛利说 夜中のにじです 半夜2点回家的 小李说 にじですか それはお疲れ様でした 2点吗 那真是辛苦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半夜2点才回家 是辛苦了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下次我们再接着讲 往下继续讲 大家有问题的 可以加我Q号 问我吧 QQ是563815177 微信是木子小花521 大家可以加我 有任何留学的问题 也都可以咨询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じゃあ お疲れ様でした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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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